我買了Econ 其實也挺折磨的 因為隔壁那個人 不是你的朋友嗎? 不是 因為全部都分開了 我反而覺得飛機來回的情是否在一起都沒有所謂 總之分開了 隔壁那個人回程我罵他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他不是講廣東話的 他是半普通話加英文 他就有一個手持的行李箱 放在椅子底 他就想找東西 不知道找什麼都找不到 你不要罵他嗎? 我還沒罵他 因為其實他已經很過分了 一開始已經是手牙了過來 然後他戴的帽子 是草帽很大頂的那些 就是夏威夷戴的那些 但你現在是飛機 我都沒有說聲 直至他那個行李箱 找完原來他想找一本書 出來看 誰知道他的行李箱就掉進去 都紮到我的腳 算了 他沒有撿回那個行李箱 他有半個行李箱在我半邊 然後我就忠於忍不住 我說 喂 我都很壞了 我說 你知不知道那個行李箱是來的? 然後他說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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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說 你知道那個行李箱是來的嗎? 你知道你的位置在這裡 然後我罵他 他說 Sorry Sorry 然後我說 拿回去就好一點了 這樣也不是罵的 只是說聲給他聽 口水多過羅花 等你埋位 洪家豪 對呀 很久沒見 又不是很久而已 一個星期 對呀 因為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和你拍了旅遊節目 但旅遊節目之後 剛好上個星期 又有合作 拍了幾天的合作 所以其實也不是很久沒見 其實初初和洪家豪不是很熟 我都說 第一次見面 頭髮就很壞了 那時候是疫情 所以立刻告訴你 我多久沒上電台 拿回頭髮 找髮型師 我幾個尊重 全都在你 真的很壞 你那次的樣子 第一次見面 剛剛醒了 聲音又沙 頭髮又沒有弄過 像只是用水一樣 這樣搓一下 是不是 都有點了 但我發現我去過你的節目 都是有些作息的問題 因為我今天也是剛好 因為我昨晚 又很晚了 不是 又不是了 特別是很累 可能是很睏的 我11時坐在床上 6時醒了 那你就覺得很棒 很正常 但在我的生理時中 我打算在6時 還要在家裏做個早餐 喝杯咖啡 你現在眼睏了 是不是 11時眼睏了 我睡了2個小時 所以現在就好像變回剛剛醒了 補回臉 所以你怎樣 我是神祖人 我知道 我是超祖人 你跟我聊聊聊 熟了之後 我就知道你是夜晚人 但是 我不是跟你去德國和奧地利 你那裡 歐洲時間應該很適合你 對不對 適合了 那你是否辛苦 我是沒有職位職過的 我又沒有職位職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下機已經要工作了 你記不記得 哪有時間讓你職位職呢 我都說最辛苦是你的了 那個是因為我們必須要經一經新加坡 但是呢 就轉機了 我就先搭了4個小時去新加坡 你知道已經是check-in check-in check-in 下到地 買了一個三文治 然後已經有過夜 已經要坐車入力 坐車 又坐了5個小時 最後呢 來到再休息一休息 又要check-in酒店了 然後 來了 你幾乎 弄了頭髮 化妝就要出發了 是啊 我那天還第一次 你剛剛酒店放下來 早上9點了 剛才拍了30多個小時 哇 那一趟 真的很辛苦 那天我們第一天拍 都好像已經要進一塊地方了 又要穿州過散了 這件事也是另一件事 因為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星期拍攝 我就突然問我 你記不記得拍過什麼 我正想跟你說 我好像斷了片一樣 哈哈 我們什麼 我們第一天是去那邊了 我們一天已經是要好似收拾行李 就要去那裡 那裡 哦 哦 那天是下雨的 你住另外一間酒店 哦 是啊 分開 那些酒店是很可怕的 又不是很可怕的 另外一種經歷 我不知道你那邊是怎樣的 我那邊是要上山的 我那邊的窗簾 你說晨早就已經有鐘聲了 那個都來了 然後響到晚上7點 還在響 然後我什麼 我想說窗簾還是紫 紫 哦 是古老到這樣 哦 那些酒廊就是平常看電影 那些 像鬼片 那些 那些 唯有靠耳智日 你怕鬼 我說不怕 如果他殺到身 其實也會怕 但一般情況也不怕 你有沒有人不陪你睡 沒有 都是男士 分開的 分開的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我真的說 那次的旅程 你真的很辛苦 我跟院長 洪嘉豪聊天 我以為 以他一個 大歌聲 到處去 在車上 分享 他說 都姐 我日本也沒有去過 對 而他的理由 我是匪夷所思 你告訴別人 你為什麼不去日本 我不知道我再講 是不是同一個 但我小時候 覺得 很辛苦 一個月賺兩萬元 我去過旅行 沒有了一萬多 我覺得小時候 其實我到現在 都是省省的 我也不算是很揮霍 所以 但你不喜歡旅遊嗎 我覺得 我覺得 休息最好就是在家 那些人經常說 很辛苦 去日本充電 放鬆一下 我更累 但是 你也是想接下去 其實 都知道 可能大家 我的粉絲都不知道 因為我非常隱蔽 現在要公開 我在早前 秘密密地 終於去了人生 第一次去日本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剛好遇到 有些同事去 他們的目標很清晰 就是跟我說 去買東西 其實他們自己先計劃 我是去幾天前 才買機票 那些 他們很清晰就是 購物 吃東西 兩樣東西 我就覺得 好 其實我是想 一向去日本 都是購物 吃東西 這麼多年 我一向都不知道 但是我想 接下來 我自己 做回歌手的身份 都改變了 一些形象 所以有些衣服 又想吸收一下 人家怎麼穿 買一下人家的東西 這樣 所以 因為一直以來 都很 proud 自己 例如 說出來 香港人還沒去日本 30歲 我很難得找到 沒聽過 很難得找到兩個 都是做歌手 是嗎 陳凱榮 和MC 但他們兩個 早前都背棄了我 沒辦法 沒有人陪我 我唯有要去一趟 你的朋友是怎樣的 他們的購物模式是怎樣的 就是我本身自己 你今次去 你目睹別人 是不是這個又買 那個又買 他們又不是 反而有時候 譬如很奢侈 有一件衛衣 我覺得很漂亮 3000美 我覺得很漂亮 名牌子 很漂亮 然後他走過來 三千多元 不值 其實應不應該買 三千多元 是你那個Yen 成了香港港幣 就是三千 你有沒有算 他會退稅 退了 退了 即是靜 靜 那又好像有點貴 你如果喜歡 我覺得 算吧 是不是 你現在有沒有後悔 你都把口 你可以再說出來 你又掛著 這個故事搞笑 因為我第一天 就是 是不是可以說那些商場名 是醫生單 就看見那些衛衣 試了一身 那個人就走過來 跟我講 三千多元這麼貴 不要買 那是什麼人 有沒有味道 我不知道 不過真的 我聽了他說 我就說 先留一留 因為我們住在附近 所以我再喜歡 我回頭 最後一天我還想著那件衛衣 我就回來了 結果我真的回去 我還想著它 買了 我告訴你洪家豪 去日本就不是去德國和澳大利 你看到那件事在德國,可能一年後他都會在那裏 日本不可以,你看到那件事就要買 所以就有點後悔 你現在都顧著 看看有沒有機會,原來我發現他們是有病態的 例如我同行的那班人,可能有些人今年去了第四次 他們是病態,一回來就說什麼時候下次 我心想我都可以加入,但他們說11月會不會快一點 11月是冬天,你現在是夏天,夏天去跟冬天去是不同的 我不是去海港城比日本還少,我覺得可以再加入 你實際上是不是不太喜歡 我喜歡的,因為其實都自由自在一點 你不戴口罩,但原來發現整個街道都是香港人 那就是這些位置 但其實我乘飛機,因為我也是折劍 不像你坐的頭等那些 我也是商務 對,你商務 因為我 頭等不是價格機都有的 不是六個位置,你自己坐的 現在不是,多數是商務 然後後面就是經濟的高級一點 再經濟 我就買了econ 其實都挺折磨的 因為譬如隔壁那個人,我一回程 不是你的朋友來的嗎 不是,因為全部都分開了 其實我反而覺得飛機來回那一程 是不是在一起都沒有所謂 總之分開了,隔壁那個回程我罵他 我罵他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他不是說廣東話的,他是半普通話加英文 他就有一個hand carry的行李箱,擺在椅子底 他就想找東西,不知道找什麼找的都找不到 你不要罵他 我還沒罵,因為其實他已經很過份了 一開始雙手已經咬過來了 然後他戴的帽子,是草帽子,很大頂的那些 就是夏威夷戴的那些,但你現在是飛機 我都沒有說聲,直至他那個行李箱 找完,原來他是想找一本書 我出來看,誰知道他的行李箱就掉下去 然後他都紮到我的腳,算了 他沒有收拾行李箱,他有半個行李箱都在我半邊 然後我就忠於忍不住 我說,喂,我也很壞,你知不知道那個行李箱是來的 然後他說,對不起,對不起 然後我就說,你知道那個行李箱是來的 你知道你的位置在這裡,然後我罵他 然後他說,Sorry,Sorry 然後我說,拿回去就好一點了 這樣也不是罵的 就說聲給他聽,這樣沒有什麼不開心 沒有,沒有,他就覺得沒有問題 這些位置都是... 因為我沒有回答過,我回答過一個多小時的台灣 但我沒有回答過鍾情 一來就去到德國那些 一上機就睡覺 還有那些商務就好一點 這次就試試四五個小時的Econ 原來都不是太舒服 下次就坐商業吧 又是錢 有一天被我們發現了 要走下去排隊排很久的 吃一間泰國的東西 這個故事很有趣 這樣也很累,因為每天坐很久的車 而且他又要排隊,下午還要跑幾個小時 而且好像不知道是星期六還是星期日 那裡是每個都不開的 只有他那裡,亞洲人士那麼勤力 他開,我們就排了很久了 我又沒什麼出聲,因為都累了 你坐在我旁邊,我們不是一人叫一件事 原來你叫什麼,他都是跟著飯 例如他們打算叫一個凍飲共 但他只有這麼大盤飯 我就叫了一點點東西,不知道是什麼青辣椒 你叫了一個,因為我們打算全部人 那些叫做我又畢點,你又畢點 但你叫了一個湯河 對,我就不想跟別人分享 湯河是沒有飯的 熊家豪就坐在我旁邊 我一直吃吃吃吃 很餓,又沒有好東西吃 這個叫做適合我的口味 我是吃光 然後熊家豪就說,你吃光了 我一句說,我不是想著滋味 你知不知道 不是滋味,我不是想著說 那你又誤會 我說,我看到的東西就是 我說我叫的東西,我要吃光了 然後熊家豪呢 因為他叫了一個湯 又叫了一個菜,有很多碟飯 他就以為我說他一定要吃光了 我看到他就一直在吃光了 然後又叫其他人吃光了 吃到飽到吐都還在吃 我就不明所以 後來你再說給家蘭廳我才知道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也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那天就很搞笑 因為我本身說,你真的吃光了 其實那個原因是因為我以為你吃很少東西 因為你很健康 有時候會很控制份量 我看到你叫了那個湯河,你都吃光了 我就隨口說了他 嘩,堂姐,你也吃光了 我們就說什麼 我們叫過馬拉策,通菜又跟飯 而且飯不是一碗的那些飯 是一盤的 然後,比如Mae姐 她又流行小吃,雞翼 她又有飯 譬如我們同行一台 我們那天應該有大概八個人 其實有八個正餐 譬如這裡做個香葉肉碎炒飯 泰式炒飯 其實已經有個飯 然後她叫了一道菜 叫了一道雞翼 又有飯 然後這句話不是我聽到什麼 是你講完自己叫的就自己要吃光 跟著呢 我的髮型師阿希 阿匡仔 猛不放 然後眼睛開始就這樣 哈哈哈哈 大家看到那個菜 因為她有兩個團隊一起同台 原來她們吃過那間餐 她們沒有提我們說 那些份量很大 還有原來外國的份量是比較大 然後吃到最... 然後大家很努力 然後說吃雞翼 我不行 不要吃完它 然後去到最後 還有一半盤的炒可 然後阿匪姐就說 咦 阿希你是不是更餓 然後阿希說 是呀給我 哈哈哈哈 哎呀 難怪 我以為大家很久沒吃東南亞東西 所以這麼努力吃 到了晚上我才知道 原來為了我那句話 真是不好意思 不不不 不關事 這個對的 結果呢 這個對的 其實不要浪費一下 是 有時候我也會覺得 我我也會 魅姐的也會 有時候 一肚餓的東西上來 亂點 眼闊肚窄 是啦 其實都是一個美德 吃得完 所以這個也對的 但是那個好笑 第二天 去了另一個地方 午餐又是吃西餐 是 結果六個人 只是喊了三個餐 哈哈哈哈 大家share 怕他不知道那些份量是怎樣的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記憶來的 我覺得是挺開心的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日日放鬆 即刻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鐘仔訂閱啦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啦 又會跟她說 隨時隨時看 就會站好 我們也會 走 小雷 我愛你 叫你 這時 你看 你看